你不應該用錯誤的方式 來對待自己的身體 如果每個人的親朋好好來住院 我們都可以交換職務的話 醫院還需要運作嗎 再不趕快去安排腦部的相關檢查 甚至還會耽誤 全面最好的治療時機 不是應該要相信醫生嗎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很不專業 對不起 我騙了 你以為我不敢面對你嗎 我以為我不敢面對你 這是我的錯 對不起